我是阿美 又到了阿美来做菜的时间了 我们常常会在家里炸一些东西 炸猪排啊 炸鸡块啊 常常那个油炸完以后 都会有很多那个渣渣 那我要把那些渣渣怎么样去除呢 因为这些渣渣 可能会影响我们下一次要油渣的时候 那食物的外观 那我今天就要来教大家 如何把那些渣渣去除掉 那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太白粉 太白粉就要加水 加些水 把它搅的像勾芡一样 把它勾 把它加水 勾的像这样子 像勾芡一样 然后这一定要记得 这个东西炸完以后 这个瓦 那个火一定要关 因为我要把东西倒下去 所以这个一定要把瓦斯火 一定要关起来 然后我们就把 把这个太白粉水就放下去 趁着这个锅子还有热度的时候 把太白粉水放下去 让这个太白粉去吸附那些渣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是不是吸了很多渣渣起来 再来就把热度捞起来就好了 对 再来我们就把这个渣渣 这个太白粉渣 把它弄起来 再来一块 再来一块 这样就立得比较干净了 如果你觉得还没有非常干净的话 你可以再重复这样的动作 就可以立得很干净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太白粉的颜色 这个就是原来在油里面的颜色 都已经上到这个太白粉身上了 所以这边的油就变轻了 对变比较轻 如果说你觉得还是有一些渣渣的话 你该再重复这个 以上是我为各位介绍的 如何将榨油里面的渣渣 利用太白粉水 把它瀝干净的一种方法 谢谢各位观赏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